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随着海上四周之路 明镜作为时点 使向了日本 韩国 东南亚 中亚 北非 中非地区 可以说整个文化的传播也随着贸易 商品传播了这些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地方有句话叫做 月瑶叫母亲池 也就是说从陶到辞的转变是由我们月瑶最先 那么月瑶它稍致历史相当的悠久 汤朝晚期 码头已经大量的向外输送亲池 走到东南亚 甚至后期走到波斯 走到欧洲都有 月瑶情池是带动了中国的海上外交文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